第三百九十五章 要账 又过了两天 距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要处理的事情也找上了门 清早温暖和韩谦一起出门 韩谦走向帕拉梅拉 温暖走向小红 上车后 阿尔法横载了帕拉梅拉的车头前 温暖摇开车窗 对着韩谦喊道 晚上我要去家族聚会 你真不去 韩谦撇嘴回道 不去 我在妈妈家住两天 到了三十一号 你去接我 好 阿尔法轰着油门扬长而去 帕拉梅拉像个蜗牛一样驶出车库 第一站 荣耀集团财务部 领工资 在听苏亮说今天发工资的时候 韩谦差点流出激动的眼泪 苍天啊 大地啊 四个月了 终于能领到人生的第一份工资了 韩谦不知道第三个月的工资是怎么扣没的 更不知道燕青青已经把她的第四个月工资已经扣掉了 当韩谦在财务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好了 财务部的小姐姐们被韩谦的眼神吓得缩在墙角 眼红了 比拿螺丝刀捅逢轮的时候眼睛还红 韩谦怒气冲冲地前往十四楼 所过之处 无人敢阻拦 就这样韩谦带着与燕青青决战到天亮的气势 前往了总经理办公室 不顾小杨家的阻拦 韩谦推门而入 怒道 燕青青你给我出来 总经理休息室的门口 燕青青露出俏脸 发现只有韩谦一个人 她松了口气 手里拿着一件毛衣大步走出更衣室 淡淡道 你找我 你穿完了衣服再找你 我十分钟后再来 告辞 谁能想到这娘们穿个胸罩就出来了 而且胸徒还那么丰满 韩谦转身就走 出门的时候左右瞄了一眼 带上了办公室的门 随后无力地蹲在门口 废物啊 就这么一个娘们都对付不了了 事实不是这样 不是一个燕青青韩谦对付不了 是身边的姑娘她一个都对付不了 小杨家叼着一袋 酸奶蹲在韩谦身边 伸出手摸了摸韩谦的头 轻声安抚道 早都说了不让你进去 你偏要进去 这下受刺激了吧 韩谦啊 有病咱们就去治 我一会去给你抄小广告去 韩谦缓缓抬起头 怒视小杨家 随后猛然出手去捏酸奶袋子 下一秒 韩谦满脸都是酸奶 小杨家仰头大笑 起身就跑 被耍了 这丫头嘴里的那边没开口 酸奶的开口对着的是她 被这么一念 韩谦不开心 很不开心 站起身鼓起勇气 推开燕青青的办公室门 刚走进去一步 燕青青皱眉道 你掉奶缸里面了 韩谦一句话不说 怒气冲冲地走向燕青青 走到办公桌前 刚要开口 一张纸递了过来 韩谦好奇的结果 看了一眼后放下纸身吸了一口气 燕青青眯眼笑道 还有事吗 一个月迟到28天 27天的不卡的韩先生 韩谦再次深吸了一口气 认真道 我觉得我应该能拿到100块钱的工资 这样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痕 哈 鲜红的钞票拍在了桌上 燕青青再次道 还有事吗 这一下 韩谦不知道怎么说了 伸出手去 拿钱的时候 发现燕青青按得很紧 韩谦咬牙用力 沉声道 我 我觉得我还有奖金 燕青青松开了手 韩谦成功夺走了100块钱 抬起手弹了一下钱 听着脆响的声音 韩谦眉心眉肺地笑了 嘿嘿 燕总迷茫 小的去忙了 花落就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 身后传来 砰的一声 韩谦被吓了一击铃 他知道燕青青的办公桌 柜子里面藏着好几根棒球棍 不敢转头 伸手去抓门 把手 这时候燕青青开口了 奖金不要了 韩谦转身一个剑步 冲到燕青青的身前 看着桌上整整齐齐地 躺着二十打现金 韩谦的眼睛又红了 口水不经意间滴落在地 抬头红着眼睛 看着燕青青憨笑道 燕燕总 嘿嘿 给我的 奖金 这是二十万 燕青青站起身 拿过纸巾擦去 韩谦脸上喝衣领的酸奶 柔声道 小杨家大早上的 就叼着酸奶找人做实验 结果上当的 就你一个 你说 你是不是笨蛋 这二十万 是公司以及我个人 给你的奖金 你存在我手里的钱 被你花得差不多了都 那些钱 存着做老婆本取我吧 韩谦看着桌上的钱流口水 燕青青称怪地 看着韩谦 称道 葬死了 看你这没出息的样 那么多股份 你不放在眼里 这二十万 怎么就让你变得的 傻乎乎的呢 你马上要回老家去探望 我未来公公婆婆了 总不能花一块钱 都要去找小温暖吧 未来公公婆婆 这话韩谦不敢接 燕青青也没指望 韩谦接 扔掉手里的纸巾 转身走向休息室 没过多久 拉着一个旅行箱出来了 燕青青费力地 把旅行箱提上了办公桌 打开箱子轻声道 这里是给爸爸买的烟盒酒 我去见了你那个 叫可欣的小兄弟 他说 你爸只抽烟叶 就脱关系买了二斤 这两瓶酒也是给爸爸的 没买太多 不想让他喝太多酒 这两盒化妆品 适合我用的一个牌子 我感觉还不错 这盒里面是人参 记得榜餐的丝线要留下 是纯金的 华洛烟轻轻抬起头 柔情似水眼眸盯着韩谦 柔声道 我也想去看我未来的公公婆婆 奈何有很多原因 可能去不了了 这些东西你先拿着 等他们过完年来 事理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来招待他们 韩谦你不要拒绝我 你送了我那么一份大礼 我没有拒绝 欣然接受 我也不希望我的这些小礼物 被你拒绝 话落 燕青青把现金装进了箱子 再次抬起头的时候 抹了抹眼角的眼泪 小声道 要分开两个月 我会想你 要不 要不你也去我家过年 燕青青微微一愣 随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轻声叹气道 不担心 我和温暖吵架呀 去了你怎么解释你和我关系 算了算了 我就不为难你了 韩谦松了口气 轻声道 那好吧 过年的时候我给你发视频 韩谦拉着行李箱转身离开办公室 在关门的时候 他听到了烟轻轻的自言自语 应该不会吵架吧 到时候就说 韩谦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一定要过来 感激爸爸妈妈 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让我认识了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 我 我要淑女 不能骂人 不能骂人 他妈的 我手机呢 关上门 韩谦抬起手 对着自己的脸 就是眼光 嘴见吗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